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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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儿的梦 曾经海阔天空 昂首莫回头 只想轻狂 你这破玩意儿能挡住我三斧头 程耀劲 你就是三斧头的功夫 爷爷跟你拼了 爷爷 叫奶奶也没用了 别锁了 我的妈呀 你要鞭爬里 我去让你到阴剑去鞭 你这练的什么功 难道是猴子功吗 爷爷练猴子功 关你屁事 你这个鞭爬里的浑士魔王 掉在那儿正好是一个剑靶子 我让弟兄们拿进来练剑 弓箭手 射中程耀精的眼睛 赏银十两 不能射 不能射剑 放剑 怎么 想逃走 向树上射剑 继续放剑 给我射死他 射死他 射死这鞭爬里的浑士魔王 射死他 语文小贼想抓你成爷爷没门 大人 别盘力的跑到这儿来了 我的妈呀 快跑 我的妈呀 那边山沟有人家 去掏点东西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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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出人命了 多谢新娘子救命之恩 我 我没救过你 你为什么要谢我 这些贼兵闯进来你没吭声 当时你只要叫一声 是 只要我叫一声他们就会冲上来将你乱刀砍死的 你是谁 贼兵为什么要抓你 我是瓦钢军的将领 成鸟金 瓦钢军是起义军 很多老百姓都投告瓦钢军了 我被打败了 逃到此地 瓦钢军都是好人 那么你是不会害我的了 是吧 你看我像坏人 论长相就是个正面人物 猛一看 你的样子很怕人的 我真的以为你是坏人 我的长相很怕人 这下惨了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心地非常善良 我带你去找新郎官 什么 新郎官 不用去找了 他就在这 这就是我的新郎官陈秋龙 什么 你要嫁的新郎官是个木头人 活人跟死人结婚 这算什么风俗 太残忍了 没办法 我妈说这是我命中注定的 什么命不命的 这全是骗人的 走 我带你找个好小伙当丈夫 真的 当然了 新娘子 这条小路通苍城吗 不要叫我新娘子 叫我山妹子好了 对 山妹子 这离苍城有多少路 大概有二三十里路 要翻过前面两座山 我背你 这样赶路好快一点 不行 背个人走路要累垮的 那怎么行 我浑身是劲 背你两个都亏的 大哥太客气了 我一个女子怎么能让你 我跟你走路慢吞吞的 反而累的话 来吧 大哥 不要这样 不要 山妹子 你就把大哥当成一头驴骑上来 别不好意思 把你当成驴子行吗 山妹子 你以前骑过驴子没有 骑过 可你是大好人 不是驴子 你看我这背多宽厚 你趴在我背上 比骑驴子还要舒服 多谢大哥了 来吧 山妹子 能遇到你这样的好人太幸福了 也算是咱们俩有缘分 大哥 你经常背女孩子吗 女孩子 以前我就背过老娘 不背别人 这事要是给你老婆知道了 他会生气的 我陈小军还没老婆 你放心吧 官军说 瓦康军的将领都要娶十个老婆 官军在造谣 要是我有十个老婆 还能跑出来打仗 而且还背着你跑得这么快 公元618年2月 王世冲率部占据洛阳 进入洛阳以后 王世冲在洛阳城内大肆开挖 寻找杨广藏在暗道中的金银财宝 大哥 建造地道的设计师宇文凯 已被宇文化吉处死了 什么 死了 那么他设计的地道图纸呢 不幸的是 图纸已经被宇文化吉拿走了 宇文化吉 你这个老狐狸跟我来这一手 不过他进不了洛阳 图纸在他手上只是张废纸 没有图纸我们就挖 洛阳城这么大 我们要挖到什么时候去 对了 我的外职王仁泽有一首绝目偷盗的绝火 王仁泽是个市井小混混 我们怎么能重用这种人 我不也曾是个赌徒 圣者为王败者寇 这是天理 大哥 不要那么冲动 我看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长颜道乱世出英雄 我看王仁泽这小子会有出息的 大哥 你让王仁泽去宇文化吉那儿偷图纸 偷 宇文化吉不也偷了杨广的老婆吗 如果他顺便把宇文化吉窃取的传国玉玺弄来的话 现在我已买同宇文化吉身边的人去偷图纸和玉玺 我就把地道里三分之一的财宝分给他 这笔交易很实惠的 如果他能够再烧上大美人销黄后那就更好了 你说的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万一 所以你得想办法马上把王仁泽给我找到 我要将洛阳城挖地三尺 金银珠宝我来了 好 好 追寻我的脚步啊 如今都已流浪到何方 我的童年 我的青春 和我远大的梦想 追寻我的脚步啊 如今都已流浪到何方 那出生之毒啊 我的执着 我的执着 我的张狂 和我初恋的情人 我远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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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 追尋我的脚步啊 从前世今生早别一笑 追尋我的脚步啊 从前世今生早别一笑 追尋我的脚步啊 如今都已流浪到何方 我的童年我的青春 和我远大的梦想 追尋我的脚步啊 如今都已流浪到何方 几度春寒 几度拾阳 风霜浮眠 不再迷惘 我远大的梦想 长孙姑娘 伤员们刚刚痊愈就要求回部队了 是啊 我听说了 我劝他们多疗养几天 可他们都不听 真是的 柱子和伤员们正在到处找你 他们要和你告别 你快去见见他们吧 柱子只有十六岁 他还是个孩子 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坚决要回部队上前线去打仗 我心里真不好受 战争是多少人无家可归 战争要夺取多少美好的生命 是的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可是要让天下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只能用战争去制止战争 父王已经公布了约法十二章 采取与民生息的方针 亲咬薄腹 劝客农丧 心修水利 改进更据 这些措施一颁布 就得到了关中老百姓的拥护和欢迎 我想随着军田制的出台 农民的积极性会进一步的提高 还有你在战地医院救死扶伤的精神 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抢救包扎 洗洗补补 这些事看上去并不齐眼 但是极大的鼓舞了士兵们的斗志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李公子 你太抬举我了 这些天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大心眼里佩服你尊敬你 你做的这些工作让我懂得了民心 只有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大胜仗报江山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得民心 就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我懂得了君主四周百姓如水 水能在周亦可覆周 君主四周百姓如水 水能在周亦可覆周 李靖将军 辞去北上救援太原关系重大 拜托了 承蒙大都督厚爱 末将一定不负重托 同时我还将派长孙将军带上重礼去说通突厥可汗 请他们从北侧侧应我们 刘武周为了保存实力必定会退兵 这个时候你出兵追击一定能够大获全胜 大都督运筹帷幄 末将一定亲尽全力悉心照办 好吧 各位将军 我等着你们带回的好消息 快点 站马争荣陈蔽日 军事齐唱凯歌环 站马争荣陈蔽日 军事齐唱凯歌环 站马争荣陈蔽日 军事齐唱凯歌环 弟兄们士气高涨 这就是战斗力 这就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快看看 掌孙小姐来了 是啊 掌孙小姐来了 在那边 快看 掌孙小姐来了 是啊 掌孙小姐来了 在那边 掌孙小姐 掌孙小姐来了 你们看 掌孙小姐来了 来送我们了 掌孙小姐 你好 掌孙小姐你好 对不起各位兄弟 你们马上要上前线去打仗了 又将会有很多人受伤和牺牲 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 但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和孩子过上幸福的日子 总是要有流血牺牲的 我想通了 我来送你们 我不能让你们失望 我要告诉你们 我等着你们的胜利而归 奉勇杀敌 奉勇杀敌 奉楷而归 奉勇杀敌 奉楷而归 谢谢掌孙小姐 谢谢大家 奉勇杀敌 奉楷而归 奉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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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断了苍城的水源 再过半个月 贼兵就会乖乖的开城投降 大人此举实在英明 孙子兵法约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人将孙子兵法活虚活用 可是万一过几天下雨我们怎么办 下雨更好 我把上游的水全都放下去 来得个水淹苍城 报告大人 贼人正往城下扔英有双血的馒头 贼军扔馒头干嘛 还在馒头上印双血 大人 这会不会是贼军的阴谋 那馒头里有毒 快去看看 试试 打起鼓来抄起锣 背着新娘上城投 新娘长得真漂亮 真呀真漂亮 去回家中热炕头 热呀热炕头 娶了老婆就是搬来热热炕头的 语文老贼 今天我拜堂成亲娶媳妇 给你吃喜庆馒头 你们也开开心心的为我祝贺吧 你个鞭爬里的 太不像话了 我要斩了你们 大人提供 杀 小主被全消息 就没有到你最神鞋恋髅 别把爱好伤的 rear 舞台 pleased 这个事情就开心的 心 thread 离别不代表磨灭一切 谎言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 你用泪框回应我的真诚 两节明天我们都有艳阳天 感谢观看